我曾經做過一個四管嬰兒 就起完軟之後看 奇怪子宮怎麼會有樓中樓 一般子宮就是一個像黃樓洞的一個 從窄到寬的一個 三角形的一個 倒立三角形的一個 由窄到寬 它兩邊是四管管 那它不是 它竟然有夾層兩層 那我如果把配袋放在那個地板上面 下面用配袋不會長雞根 當然不會懷 所以我們就把它的樓中樓去除 拆掉的地板用子宮鏡 然後再幫它做四管嬰兒成功一次生女 所以這是非常罕見的 那時候 我把這件消息告訴記者 記者覺得非常有興趣 跟我要了一個影像 所以放在那個 全國各大報紙媒體都有刊登這個案例 子宮鏡有樓中樓 我們知道在買遺書屋的時候 或者買樓房的時候 有時候會兩層樓 它是 外面看是兩層 那你後面看是三層樓 就是所謂的樓中樓 所以 非常罕見的一個案例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 做四管嬰兒 或者不應徵檢查 子宮鏡千萬不要漏掉 像今天有一個 他說 蘇藍管結紮了打通了 然後我今天 我跟他又中子宮鏡 發現根本就沒有通 就沒有通 所以接通 蘇藍管是失敗的 跟大家分享 蘇藍管不是那麼容易接通